大家好,歡迎收看這次的大文文具開箱,我是Jeky 這次我們一樣來介紹SHF七龍珠系列裡面的16號 那這隻角色其實還蠻特別,因為他 嚴格上在壞人的那邊,可是他從頭到尾 又是一個非常仁慈的角色 那在 漫畫裡面他其實也沒什麼打鬥,然後就爆炸就結束了 好,所以他就是也沒有什麼非常特別的東西 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他的 配件 那嚴格上他幾乎沒有配件,就是附了一個 暫存的頭,然後 三個表情,一個髒嘴,一個這兩個表情幾乎分不太到 差異,一個就是正常的嘴,帶一點點微笑,一個就是 明嘴,可是眼神上是差異不大的 好,然後手勢呢,只附了一對,這是還比較可惜的 一個地方,就是一個 張開手,類似像發氣空的手,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握拳的 好,所以配件上算是非常的 少,那再來我們來看本體 本體上呢 他應該是比較早期出的,所以盔甲沒有任何的塗裝,就是 塑膠的顏色 好,所以就是比較 玩具感重的一隻 角色,然後再來呢,身上沒有任何戰損喔,當然所以當你換上戰損的頭的時候反倒是有點 怪怪的 好,這是個人的一個 感覺,然後再來可動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上臂的可動是沒有什麼問題啦,然後頭的可動 也OK 那再來呢,手臂的可動 這邊只能到 90度 那他可以做金剛飛犬喔,所以你可以把手拔起來 那你可以發現 正面是有塗裝的,然後另外一面 則是沒有塗裝的 那是還原漫畫裡面 但並不是塗裝還原漫畫,則是金剛飛犬還原漫畫裡面的一個 效果 那後面這兩根 他有一個球形關節,所以這兩根是 是可以活動的喔,我剛開始收到我想說他為什麼做不對稱後來的髮型原來他是 可動的 那再來就是 腰部 那你可以看到腰部這邊 胸部這邊分為一節,那腰部實際上是沒有關節的 好,所以 他沒有腰部這邊關節喔,那藉由胸部這節來 呈現上半身的可動,然後腳就比較 沒有什麼問題喔,腳就是你可以看到有可以翻轉然後跟 張開那不能到劈腿,大概只能到90度,那前後就可以 做到劈腿的角度,然後 然後膝蓋 也是90度,那腳掌呢他不錯的是有把鞋子跟 這個分開,所以你可以做到 腳掌的可動,然後前腳掌 好,這個大概就是全身的可動效果 好,那最後呢,比較一下身高啦,你可以看到其實16號算是還蠻高的 一個角色喔,那 那 賽魯呢,全音頭上的兩隻腳 好,那感覺他 才跟16號一樣高,那實際上他頭的高度跟悟空差不多啦,那 當然他也是靠頭髮長高的 所以 大概呢,如果這三隻比悟空稍微矮一點點喔,你可以看 眼眼睛其實比較符合人的高度 好,所以他眼睛大概只有到 16號的 胸部 然後呢,賽魯差不多到,眼睛到16號的肩部 好,那所以呢,16號還是 算是目前最高的一隻 角色,當然有一隻更高啦,不過我沒有買到,就是那個 好像叫羅布利還是什麼 好,就是魂限定 目前 漲價最兇的那一隻喔,因為他也還蠻大隻的 好,所以你可以比較一下他的高度 那從質感上面你也可以看得出來 這隻是比較早期,所以他身上都沒有做什麼 塗裝的顏色,然後就是非常塑膠的顏色,到後來呢 其實 後面賽魯跟超賽亞人的悟空呢,其實都塗裝得非常的好 那最後謝謝大家收看這次的大人玩具開箱,希望大家可以持續關注大人玩具開箱的新品介紹 那同樣需要預訂或是需要配合的廠商都可以與我聯絡喔 然後呢 就是有空的朋友也可以幫我上個字幕 那最後謝謝大家收看這次的16號之大人玩具開箱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